崔流才对阵弗兰西斯 罗梅罗 魔统聪流才 荣耀军团综合格斗中 数一数二的高手 目前在勇士的荣耀除量级 保持着不败战绩 此次面对弗兰西斯 罗梅罗的避战优势 崔流才能否续写自己的全胜篇章 罗梅罗是一个受长情的选手 体制力也很低 目前的情况下 菲律宾的选手在MMA的这种涉猎上 我们建议他们非常优秀的 战力打击技术的支持 也是展开了一条 不同于别的国家的MMA的路 好 接着看 过嘴 倒了地面 我们看 过嘴 接到了南北位 没有意义 对 加了铜 在这里才会想来说 预想不大 不过对手大 是 我们还用几加沙 没有 好 过来 到了特压 对 这边 就来说呢 看南北位来说 特压是最容易引打的一个位置 对 找这个缝隙塞进去 另一种就是趁别方抬起来的瞬间 来做这个体位的转换 这边 转换去 漂亮 好的 好的 大概能不能抢掉对手呢 对 一个进去了 另外一个也进去了 对 再把那个角押平了 好的 罗角一个手穿过去了 往上 罗角很死 这两个手还在往外拔 看你们有没有机会 俩住在 哦 假的 这个手 出来了 出来了 好的 罗角应该没问题了 开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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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没留财罗角降不过赦 啊 这流财啊 这个是一个 冰不血润的速胜 非常漂亮的一场速胜 我们刚才看到了 这个推球才在这场比赛中 给我们带来的最好速胜 所以说是完全是 推球才的一场个人的秀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 红方胜 推球才 裸脚强度获胜